中翔老师个人频道上线 赶快订阅起来吧 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千涵 我是中翔老师 还没订阅老师的最新频道的 赶快订阅起来 我们现在已经破400了 等待我们的第500个人 那我们今天回到大盘来说一下 台股今天是上涨了76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双王 感觉是有点休息的状态 但是IC设计股表现得非常的强势 到底该怎么解盘呢 老师请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那个LINE的订阅按赞分享 对人频道 这个订阅按赞分享就对了 同学要赚钱 我告诉各位年底做账 公司也要做账 对 你也要做账 你今年想不想过个好年 还是你抱着不会涨的股票 在那边又要停损来停损去的 还是你跟我们一样积极的操作 老师我不懂什么叫积极的操作 老师有的股票涨很高我不敢追了 好同学听我讲 来看一下今天大盘涨几点 76点涨的并不多了 一咪咪而已了 一咪咪的大盘的指数有没有创新高 有 这里有没有创新高 在那里还没有 还没有吗 对 那中翔老师告诉你的股票 爱普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 有没有 对有的 创新高了嘛 对不对 老师爱普到底要涨到哪里 我告诉你 他很奇怪 我以前做他 你反正过年前你只要做他就对了 老师那么高我不敢买 那我问你今天422跌到418你敢买吗 我的抠讯就带我的同学下去 对 买418 我告诉你现股当中都会赚 你现在买10张了 赚15万了 嗯 对不对 你买20张了 10张赚15万了 20张赚多少 30万 30万 老师那么高我不敢买 老师我的成本是 老师我的成本是360 老师我的成本是380 老师我的成本是200多 老师200多我成本买 我怎么敢买 你不会先买再当充 先买再当充 明天只要开黑就买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量有没有失控 没有 没有嘛 没有嘛 你不敢买每天涨 你不敢买每天涨 每天涨 每天涨 这里连涨5天 很快就500了 很快就500了 对不对 那我看一下3661的四星 有没有创新高 有 创新高你再去追就中钱 他也涨很多了 对啊 但是当充是没有问题的 那3443 有没有再继续涨 老师 这支较烂 我告诉你不会 因为明天就创新高了 哇 明天就 这里是1765嘛 对 明天就1800了嘛 1800的1800 1800的1800 同学自己看 那来看一下最不成才的 最不成才叫做6533 老师 6533 老师收盘价创新高 这个季线往上了 等到粗量就涨停板 老师会涨停板 今天700多张 代表没有人要卖 没有人要卖 对啊 你们要卖 你们就尽量卖 没关系啊 打死你们就去卖啊 尽量卖啊 卖人家收最高 最后一盘57张 人家再买 对不对 明天会不会涨停 415的涨停板是459.5 哦 千涵 450了 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哇 涨停板的话 涨停板不是应该446吧 没有啊 今天是415啊 今天415啊 搞不好有机会哦 对 我们要抱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涨停板 涨停板 对啊 好 好 没关系啦 反正涨不涨停板跟你也没关系 你也没有啊 老师我就买那个3035的资源 老师资源怎么那么烂 资源我告诉你 它不太会涨 对不对 对 这里我公开讲190 我说190会到400 400卖掉了 270再买回来 对不对 后来我们365全部卖光光 就不做了 对 老师为什么资源不做 我觉得资源 收受了 收受了 收受你知道 就这样而已啊 嗯 啊就让就让那个不会赚钱的去做啊 就让那个停损派的去做啊 对不对 我没有兴趣 我做的股票没有兴趣 2388的威慎 老师差一点涨停板 明天会不会涨停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我当初在这里80块 我请你买 你不敢买 我带你买 涨到150 对不对 跌下来我再带你买 这里再出 这里再买 这里再出 这里再买 这里出一半 这里全出 这里再买 这里再买 好 我们这里都出光以后 我们在这一天买回来 嗯 开盘涨停板 再涨停板 千安你记得我讲过 第一个这个威慎的短压是不是150 对 好 我问你 这里150有没有过 有 过了就下来了 过了就下来 这里150有没有过 过了 过了就下来嘛 那四不过三嘛 那第三次过了怎么办 就飞出去了吧 就跟六五三一的爱普一样嘛 402 对 对不对 过了就下来了嘛 405 过了就下来了嘛 这一次过了400 回测一下400 是不是就过了 对 那下一个压力在哪里 嘿嘿嘿嘿 太爽了 同学都赚钱就是我的愉快 好 来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千安有什么要问的吧 今天有人想问2492的华星科 2492 哎呦 今天跌哦 哇 哇 啪啪啪啪啪 我跟你讲 被动元件现在 100块可以买 120要出 老师为什么100块买120要出 因为现在被动元件也是区间 嗯 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过嘛 100块可以买 如果你的老师带你去追到120的话 那这个代表这个老师的经验不够 哦 啊 因为他本来就是区间嘛 对不对 你要应该是在90块 90块加20块是不是110 嗯 对不对 对啊 如果100块加20块是不是120 对不对 那他回测110这里是有支撑 第一次不过 第二次不过第三次是不是跳空过 嗯 那你过了你要去追吗 不要 因为他20块就差不多了嘛 那出掉以后你就下来 下来你在这里再买吧 那老师你们会不会买 不会 老师为什么不会买 拜托 我们刚才要做的股票 IP股就做不够了 我们华兴科曾经买过 曾经赚钱出 Butter Butter是什么 什么 但是 对 但是我们最近不做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不好赚 嗯 真的不好赚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好赚就好赚 不好赚就不好赚嘛 对 不好赚就不要做嘛 好 再来 还有人问6926的圣安生医 生技股 哦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60几块上柜啊 嗯 应该是上柜的 成交量限量1000 这你自己做好不好 老师不知道 老师没有兴趣 啊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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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柜的股票不要问我 如果你的老师带你做的话 去问你的老师 如果你 你的老师没有带你做 你自己去做的话 也不便宜 一张也六十几块 六十几块的意思就是 一张也要六万块 嗯 好像这种东西是 上柜是比较没有什么量 对 那你自己去做 如果说不会做 没关系 我教你啊 你就赖给千涵 叫他盘中带你做 他如果愿意回答你的话 老师不要害我 就叫他去管 如果他愿意带你的话 他会跟你讲 你就挂跌停买 挂涨停租 你每天就这样挂就对了 你跌停买的到你一定赚嘛 对不对 涨停你慢的掉你一定赚嘛 所以你每天挂跌停买 涨停买 跌停买 涨停买 你这样做就对了啊 老师回答的很机车对不对 不负责 我不负责 对不对 老师回答的很机车 因为 这个股票 你问这种机车的问题 老师回答本来就机车嘛 那不然 再来 那我们问6290梁维 梁维 我们上一次有会员参加在这里 68块69块卖掉 他又打下了 我跟你讲这种股票 昨天带亮沙长黑 对啊 我不晓得了 可能老师的股票太贵了 一般投资朋友都买不起 都买那个六十几块 老师有一只股票最便宜 2388 这只100多块 100多块你还买不起一张 那你不要做股票好了吧 一张才1万多块是不是 10万多块 10万真的啊 你一张都买不起 你还要做股票 那你还问来问去 问什么嘛 六十几块的股票 你可能可以买两张啦 可以买五张 五张就要三十几万 那你买不起卫生 对 对不对 老师你的股票都那么贵 不然怎么办 会涨的就这些啊 对不对 好再来 老师我们我想问一下 最近盘面上蛮热门的 就是AIPC的题材 2357的华硕 今天涨停嘛 嗯 对不对 你看 对不对 上次也是涨停涨停上去嘛 对啊 然后ABC的修正嘛 回到这里 这个叫 这个叫季线嘛 对老师你不是说有缺口 就是 缺口就代表脱离底部嘛 对啊 就是代表底部 对不对 我说实在啦 华硕会涨那个宏击 宏击是2352 2353 2353 是不是红基就会涨 对啊 这两档接下来 你要问两维 你问两维不能买红基嘛 红基也便宜啊 30几块嘛 又有量又有价嘛 对不对 两维的两维 红基的红基 所以红基跟 红基跟华硕接下来还有机会吗 还有机会 嗯 记得上一次有人问到红基 我跟你讲 他一定会到这一条 对不对 当初在这里是跌的嘛 对 我说这个季线跌破 他一定最少会来季线嘛 对 最少就是at last 是 老师的英文不太好 啊 没关系 大家都听得懂 台台湾狗语的英文 台湾狗语 来 再来 那我还想要问3545的敦泰 3545 不错 哇 他今天带动了一些百元以下的IC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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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驱动IC 嗯 敦泰会涨的话 4961的天愚一定会涨 我叫你打电话去 去那个发言人 他敢讲话吗 对不对 你看你一打他就涨停了 你一打他就涨了 他敢讲话吗 你看 对不对 老师有公开讲 说如果跌到240左右 就是他的除息 这不是 简直参考价 跌到这里就可以买了 嗯 你说老师 我买在270要不要卖 我说老师认为他有机会过300 对 对不对 但是这一支我们不做 因为 不愿意 跟那个发言人搞 我们现在不跟发言人搞 对不对 发言人机车 我们开车车的人不跟机车人搞 怎么对啊 本来就这样 你机车 机车我们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3661的四星 我们做3443的创意 对不对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6531的爱股 我们做6533的金星科 6643的M31 光这些股票是做不完的 对 你有多少钱 你们家看银行 我告诉你 M31买一张要将近10万 不是100万 对啊 当初爱普 你买的时候还可以20几万 现在变成要40几万买了 嗯 将来你会变成100万买一张啊 我告诉你 呆呆的啊 对啊 本来越长越高 你就是这样啊 当初我在买四星的时候 是八十几块在买的 100块在买的 你现在是在三千多块在买 你不是跟我差太多了吗 对 好再来 老师今天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2603的长荣 哇 他的美股唇益表现不错 不错啊 不错啊 那老师你怎么看航运股呢 长荣啊 嗯 长荣自己去玩啊 恭喜你 表现不错 表现不错应该涨停啊 有没有涨停 没有啊 一股赚100块是不是 10块啊 10块还是100块 我看一下啊 好像10块多 10块多吗 对 10块多应该要涨停嘛 结果也没有嘛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老师昨天继续写的3693 凌方 我跟你讲啊 反弹就卖啊 老师 老师 这次很弱 这次我们不错 3036的文页 昨天有人停损 结果跌停 对不对 外资买很多 所以在这里止跌 这种股票我也没兴趣 这种股票我也没兴趣 还有6451 昨天涨停嘛 我说底部浮现嘛 你看今天就不会跌了嘛 但是他受制于这里有点反压 但是你手上有这一只来找我 我不会叫你杀在这里 我会叫你卖在这里 我会叫你卖在这里 好不好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47 4736的 不是 4763 材料 那个软趴趴被我骂一下 还真的拉上来 说实在太扯了嘛 1000块跌到帮帮我了 昨天跌到885了 现在好不容易活到900块以上了 但是我还是一句话 1000块以上就在1030到1050 手上有的你还是卖一卖 是 好不好 我相信你要买在1030以上的 那你真的是钱太多了 真的 那如果你买在8900块的1030以下的 还有机会 老师为什么是1030 我问你 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这个高点 这里的低点就是1030 到1050 所以软趴趴 我们今天软趴趴 我们今天跟他鼓鼓掌 毕竟拉上来了 我告诉你人就是这样 你要跟他拉上来 我们就鼓鼓掌 你一直坑杀散户 我们就可以就骂你一下 像我都不坑杀散户的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你不管什么时间点买 你都赚钱 你这里买也赚钱 这里买也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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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买也赚钱 对不对 我有坑杀你吗 没有 对不对 还有6526 这支股票很多人在讲 达发 听说这个联发科 要给他这么实施库场股 要买6000张 他已经买了 他慢慢买 我问你 没量没价你要做个屁 老师 人家说这个缺口会回补 同学 你有保证他一定会回补吗 你有保证他一定会涨到多少吗 他到第三季为止赚个位数呢 你有保证他一定会上去吗 没有吧 那没有保证一定会上去 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在赌 你要赌吗 我做股票从来不赌的 同学我先讲好 股票是钱的输赢了 我去赌 我还带会员去赌 38了38了 我没有赌的了 就像比如说我也希望2382的广达涨 老师广达涨了 拍拍一首跟他鼓鼓涨 季线压力还是很大 对不对 老师这个2376的技嘉 老师今天涨了 拍拍一首鼓鼓涨 底部是有点出来 季线在这里还很远 对 会不会到季线 我哪里在 外资投信一直卖 我怎么知道 这种股票我不做 你看来 来 倩啊 我问你 是 你看得出这个图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 均线都盖头反应 对啊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个图有什么不一样 均线全部往上 对不对 最简单的就教你了 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愉快 谢谢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讯息 赶快交到老师的Telegram W1788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审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德实地则方产业 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